教你什么都不做就能做原创短视频 前辈 那个老板让我量产一些原创短视频 但我不会 你教教我呗 很简单啊 这有什么不会的 我知道现在短视频门槛很低 但我 谁说短视频门槛很低 现在短视频没门槛 是个人就行 这么简单 怎么做呀 抄别人呢 怎么能抄别人呢 是有点不道德是吧 道不道德但那还好 主要你抄别人吧 你得扒下来脚本吧 你得照着脚本拍一遍吧 有时候甚至需要把脚本里面的个别词改一下 太费劲投入太大 告诉你 怎么能基本上什么都不做 就能做原创短视频 比如你可以做知识类的 你就上网搜 百科什么的随便什么都行 比如电脑伤眼睛吧 搜到的结果复制下来 前面加一个很多人都说 那摸真的摸固定开头 很多人什么啥意思 很多人都说那摸真的摸 一个固定的开头格式 很多人都说电脑伤眼睛 那么电脑真的伤眼睛吗 然后你把这个稿打出来 放在眼前照着一念一拍 完事 原创 量产 没人看怎么办 你加点包装呢 每天学习一个小知识 你这样让看视频的人 觉得自己学到了去什么 虽然其实他什么都没学到 纯属浪费时间 但他感觉自己学到了 他就很开心 这个属于情绪价值 这太深奥了 你不用等 但我不太想做这种的 我知道了 做这种你还得照稿子念 太费劲了是吧 不是 有个个简单的 这样 比如现在有什么热点事件 谁家出什么事了 谁在综艺上打起来的 你把那个视频下载下来 你在旁边看就行了 比如啊 儿童读物被举报事件 最近在网上引起热议 我们一起看一下 然后还要偶尔做出这种 不知道是思考还是便秘的表情 这样大家会觉得你很严肃 很有文化 一直看到这个视频最后 然后对着镜头说 你怎么看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 完事 原创 量产 这不就是把别人视频放了一遍吗 你带大家看呢 这就是原创啊 而且最后你让观众说出自己的看法 他们会觉得 我的看法被重视了 一顿跟你互动 这数据蹭就上去了 这我也不想做 你还得在镜头面前 一动不动做那么久 太费劲了是吧 有更简单的 你去下载一些手工类的呀 实验类的呀 这种视频 然后弄一个电脑配音 国外一小伙 把包装纸改造成了水果刀 一起看看吧 然后把这个视频一放 完事 原创 量产 我看过这种 我不想做这种 每次都得重新弄个电脑配音 太费劲了是吧 有更简单的 这个BGM 很熟 下载大广告视频 看人兄弟什么呢 把这个BGM垫在后面 一放 完事 原创 量产 这不就扒别人视频吗 你这不是加了BGM吗 虽然这个BGM 又烦又影响观看 但是它有神奇的魔力 任何视频 只要加了这个BGM 就是你原创 那我时间去看别人原视频好不好 哎 前辈啊 我怎么觉得 你刚才说这些方法 做出来的视频 都是垃圾呀 在网上发这些好吗 你往风景区扔垃圾那肯定是不好 但你往垃圾堆里扔垃圾 有什么不好的呢 就现在这些短视频 你说它们是风景区还是垃圾堆 啊 我明白了 那我去做 你做哪个 每个都做 再电十几个账号 把这些视频每个账号都发一遍 总有一个号流量好的 然后我就成功了 对了 去吧 这孩子悟性好 这孩子悟性好 这孩子悟性好